除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眼前的七聚之後 還有哪些重要的配備幫我們介紹一下 國際賽事它一定是以歐洲的這種設備為主 所以你一定要指定這種國外的這種機台才可以 就您所在這個位置是行銷中心的中間 那我們所知能對姊姊 有一點好奇就是說這個姊弟倆的工作是怎麼去分工的 在錄職場之前 其實看了蠻多那個像雍正啊 乾隆啊 這種黃金 但是勾心都有比較多吧 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說你一定要和 兄弟一定要和樂 和樂 掌握產業未來趨勢 看準企業投資價值 解密CEO經營心法 歡迎收看第三季DJ咖啡 歡迎收看DJ咖啡我是健騎 喝咖啡呢如果說能夠再配上蛋糕或麵包 尤其我這個咖啡杯還是可以吃的喔 那真的是一大享受 那麼今天我所在的位置呢 充滿了烘焙的香氣 就是今天要為您介紹的三能KY這家公司的這個烘焙教室喔 除了由我們的麵包師傅剛剛完成的香噴噴熱騰騰的麵包之外 然後今天現場跟我們分享這家公司 您所想知道的一些細節的 是我們的三能行銷中心的張志豪總監 總監好 哈囉大家好 好 我們看到這間呢 既然是這個烘焙教室 我們的問題就先從這個烘焙教室開始喔 聽說這間烘焙教室其實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是對我們不管是內部還是外部都是很重要的角色 對 是的 那因為這個後面教室成立的時候有幾個目的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在新品開發完之後 然後跟整個測試應用 我們要去做一個內部的測試 那所以包含到說 我們也會介紹到我們員工的一個培訓 因為像做這個可麗露 那從過去的這種銅模 到我們現在不同材質不同表面處理 它其實烘烤出來效果也都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透過內部的交易訓練 再加上我們測試不同材質 然後什麼樣的材質跟不沾塗層 對於烘烤什麼樣的麵包跟蛋糕是最好的應用 對 所以這是一個目的 那第二個目的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像那個比賽的時候 那比賽的時候一些國際性的比賽 那選手呢 他們會做一些遺地的訓練 包含到來我們這邊 那他們就會去做一些比賽一個訓練 那大概三到五天的時間 那好是因為我們這邊還有一個住宿 那他們就可以節省到一個住宿的費用 那所以就有大概這幾個一個目的 所以等於就是一個烘焙麵包 這個國際參賽前的一個選手村 對對對 所以聽起來是一個國際級水準的烘焙教室 所以除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眼前的器具之後 還有哪些重要的配備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因為比賽的國際賽事 它一定是以歐洲的這種設備為主 那所以我們這邊買的一定是以歐洲的比賽 指定用的這種機器 對 所以一般可能大家選的都是國內的一個這個設備 但你比賽的現場跟設備溫度濕度其實都不一樣 對 所以你就要指定這種國外的這種機台才可以 OK 就是非常的考究 就好像說我們如果要去國外去參加場跑 可能還是要移地在那邊實際的 那空氣的環境是怎麼樣 對 這個才能夠去符合在比賽現場當時的一個最貼切的環境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實等於說要打造出一個國際冠軍麵包師傅的一個搖籃 是相當的不簡單 不過更厲害的是我聽說我們這個三能 在這個台灣的整個烘焙器具的試占率是至少難過了一半 這個真的很厲害 難道是說沒有任何的同業在跟我們競爭嗎 還是說我們有哪些真的特別厲害的地方 其實三能就是說我們有 因為三能的英文叫里面有三個N 那其實我們就把它規劃三個核心競爭力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在Numerous的一個產品 就我們大概兩千多的產品 那這兩千多的產品就是說你要開一家麵包店 那其實來到三能都可以買得到 對 這是我們第一個競爭優勢 那第二個N它其實就是一個客製化的商品 就是Customize Neat 那這個客製化商品就會針對我們的工業客戶 那或者是一些網紅的這個麵包店 他們想要一個比較有奇特的一個模具造型 那我們就可以幫它去做客製化的一個需求的生產 那第三個部分其實就在於我們新品 就是說我們每一年大概會推出30到50種不同的新品 那包含到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動物造型的這種吐司 那或者在我們之前推廣出來的低醣吐司模具 那這個低醣吐司模具 像這兩年銷量特別好的 大概賣了66萬支 就是兩年的累計銷量 那它可以實際去縮短烘烤時間大概15%到30% 對 所以以1200克吐司來說的話 過去可能要烤40分鐘 那你現在大概32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因為你的烘烤時間縮短 你的能耗也減少 那再來就是說你的吐司的保濕度相對更好 所以在去年整個生吐司的這種銷量 就一應帶到這種 真是蜂巢 對 變成一個蜂巢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這個低醣吐司不是我想像那麼簡單 就是同樣的一個模子啊 都是鐵做的啊 我就是在做麵包的時候 少加一點糖就這麼簡單 不是這麼一回事 不是 對 所以就是說過去的糖分 因為主要是提供給酵母一個養分 對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上色的一個溫度 那因為你糖分開始變少了 那變成是我的烘烤時間的拉長 對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趨勢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在研究一些技術面的話 我們就把我們的不沾漆 把它覆蓋在外面過來 對 那讓它有 因為一般烤箱都是熱輻射的效應 那它就會吸熱 那吸熱的時候 它就會加快是整個的烘烤的一個效率 所以會達到縮短烘焙時間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你不要看好像都是鐵做的一些模具啊 或是吐絲膜 其實這裡面是大有學問的 不過剛剛您提到說我們有2000多種產品 在這邊絕對看不到吧 我們是有哪邊可以一寶眼補兵 對 那等一下我們都上我們四樓 樣品室來去參觀一下 好 我們馬上GO 好 我們已經離開了剛剛的烘焙教室 現在所處的環境感覺就是可以讓你更為的放鬆 不過剛剛總監呢 你提到說我們整個公司呢 旗下有2000多樣的產品這麼多 但是我們這個位置呢 其實是屬於我們的樣品室 對 所以是不是幾乎公司所有的產品 都可以在裡面看得到 對 全部在裡面呈現出來 就大概給我們介紹一下有哪些重要的 譬如說可能在市場上拿出來 真的是很厲害的產品 對 其實我們主要產品就有一個烤盤 然後吐絲跟蛋糕模具 這三個為主要產品 然後其他就是一些工具類啦 像刮刀啊 打蛋器啊 這些不同 就是同樣的工具 但是有不同尺寸的資料都涵蓋在裡面 不過就我所知 我們這個品牌好像蠻多元的 譬如說我們自由品牌就有SN UN 然後我們還帶有一個品牌 所以我們在品牌的規劃上 大概是什麼樣的想法跟策略 那因為三人品牌原本就是比較專注在專業的這種市場 對 所以然後在金屬類的成品上面去做開發跟應用 對 那所以我們SN的部分就會比較專注在於工業客戶 商用的 商用的客戶 然後包含一些訂製的客戶 訂製 對 那這一部分也會帶到某些部分餐飲的市場這方面 那UNO PAN的話當初就是因為我們認為說 三人是定位在專業 那我們UNO PAN就把它定位在家用 那家用它的色彩要不要鮮豔一點 它跟我們三人的產品的設計就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會把UNO就定位在家用市場這方面 那其實我們在2018年那時候也因為考慮到整個品牌的高度 怎麼去往上拉 所以我們其實又成立一個新的品牌叫三人Premium 在三人的品牌做一個是比較高端的一個品牌 那在我們整個產品開發上面 它可以慢慢往餐飲的市場去走 OK 所以等於說我們可能自己所做的已經是夠多 但是可能要搭配這個更大的市場 所以還要再代理一些品牌 對 所以再代理可能像日本的 然後或者是義大利的一個矽膠模具 因為矽膠模具不是我們本業 那我們與其自己去生產去開發 那到不過去依賴專業性比較強的這種廠商 對 然後來滿足我們整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那你剛剛提到說這個SN跟UN 它其實有不同的定位跟區隔嘛 商用 家用 所以它這個銷售的通路有什麼樣的差別 銷售通路基本上會是一樣 但是我們過去都是以線下的實體通路為主 因為我們現在有大概300多家的這種機銷商 對 然後在大陸有700多家 對 但現在的一個時代改變 尤其後疫情時代整個線上的那種銷售又越來越廣 那再加上就是說 所以我們現在的線上的銷售規模 其實慢慢在增加 因為線上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在購買的時候其實相對比較方便 所以等於說我們那所謂的OMO的虛實融合都有在做對不對 對 線上 線下都有在做 不過就我所知你剛剛也提到2018年 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份嘛 其實我們公司也是在那前後做掛牌的動作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們其實最主要是以KY來上市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跨道的大陸市場 可以聊一下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台灣其實我們已經難過了過半的市戰了 那大陸目前因為就我們所知這個市場很大 但是競爭的人也勢必會很多對不對 對 因為相對其實真的蠻多的 然後以我們手上主要的競爭對手可能大概七八家 那你說在各省份各區域可能有一些小廠 這不知道 這個就是變成說它還有很多市場沒被滿足了 那所以當初其實一開始是以台灣的這種經營策略來去做 複製到大陸市場去 那其實蠻快速發展的 但這幾年16年像大陸市場變化很快 對 電商開始快速的發展 所以我們16年那時候的轉型成立一下這個電商部門 那到20年的時候又經過另外一個轉型 就是我們再把電商部門再獨立出去 那從20年那時候疫情爆發 我們又開始直播帶貨 對 然後甚至我們幫這個南橋跟這個德賣 我們也在賣他們的產品 就從模具原料到設備 新賣的設備我們都賣 打團體戰 對 打團體戰 那因為在運營的 就線上運營部分我們相對比較有優勢 對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怎麼把這些品牌共同在線上去做一個推廣 那後面我們其實也在幫它做運營 帶運營他們的旗艦店 就是說他們可能沒有電商團隊 那我們團隊來去幫你去運營你的旗艦店的部分 所以就會經過可能慢慢的每個市場變化不同 那所以我們會延遍不同的策略來去運營市場變化 OK 等於說我們在台灣已經做得很成功 但是因為可能每個地方都有一些細節是有一些差異的 但是也沒有讓百分百複製過來嘛 所以要因地質疑做一些調整 對 所以後續包括我們後面有進去日本啊 印尼啊 所以其實也不是百分百的移植對不對 對 就像以日本市場來的 它相對是比較飽和市場 那我們只有八個人團隊 所以我不可能去做這種很大規模的經銷商鋪開 那另外日本市場大概前二十大的這種連鎖品牌跟工藝客戶 它佔了整個日本烘焙市場的大概百至六十到七十左右份了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策略就是我們主工工業客戶為主 就是商用的重量工廠 那經銷商我們相對就開發比較少 對 所以會做這樣的因尼的一個調整 OK 那印尼要不要聊一下 對 印尼的話因為它屬於正在被開發的一個市場 對 那所以我們就會把台灣的這種模式呢 直接帶到印尼去 所以我們就經銷商就大量開發 因為你市場太大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覆蓋太多的市場 對 那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例如在台灣我有三百家經銷商 對 那每一個經銷商有一個業務在推三人的產品 那我就有三百個業務來去幫三人去推廣這樣的產品 對 那印尼如果持續開發經銷商 然後再加上就是中央工廠我們直接去開發 那我覺得這種就可以快速被滿足這個市場的需求 是 所以聽起來就是烘焙產業到底有多大 是不是能夠滿足一家要永續經營的公司 不斷的成長其實看起來是還好 因為就像你國內飽和了 國外還有那麼多的國家 不同的市場等著我們去開發對不對 但是烘焙產業就我所知 好像公司也不會只滿足於在此 我們是不是又往外擴大一些相關的其他產業 對 其實以整個烘焙的規模 因為台灣大概在三百七十億左右 OK 那日本大概在五千億左右 對 那大陸目前是大概一兆的規模 但這一兆規模裡面有泡麵可能含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因為它是把泡麵含在這個裡面 所以扣除掉之後你可能大概七千億 那你說日本的人口的數量跟大陸的數量 所以我至少還有十倍的成長空間 所以在整個大陸的烘焙產業 我覺得還是有個滿大的發展的空間 那另外一塊就是說在東亞市場 因為我覺得東亞市場它以我們為什麼去印尼設公司 最主要是人口紅利 那東協有大概六億的人口 六到七億的人口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市場它是要被引導 那我們之前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如果你的人均消費大概超過三千美元以上 OK 那它的烘焙的產業就會慢慢被帶動 跟國民所得還是有很大的關聯 其實就是印尼是有相當龐大的人口紅利 然後整個經濟成長也是持續可能趨勢上是比較往上的 所以其實後續也還是我們會有在那邊設廠的打算嗎 其實目前就是說我們已經開始今年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第一個就開始先派我們台灣比較專業的業務 先過去再去跑市場 那現在再開始找一些代工廠商 因為不是所有東西我們都可以自己做 那所以這些代工廠商可以尋找完之後 我們現在可能明年開始會開始尋找土地 那就開始規劃設廠的部分 OK 所以聽起來這個疫情呢 雖然說我們有結束的一天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至少在所謂的後疫情時代 我們很多的這個國外的開拓 也要開始步入常規了對不對 所以一個是國外開拓 那另外一塊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市場 就是說我們的器具 它其實我們現在不定義叫烘焙器具 而叫食品器具 所以我們現在這幾年慢慢開始轉餐飲市場 例如我們的百勝集團的 畢森客 肯德基 這些也是我們客戶 那現在今年的話 我們開始又轉到一個新的市場 就是露營的市場 也就是我們現在眼前的這些擺設對不對 但是我有一點點疑問 因為最近大家很熱烈的 在網路上有討論 就是說可能這個疫情 可能也帶動了兩岸的 這個很嚇人的這個露營風潮 但是現在國境解封 大家要開始出國了 有人就開始擔心說 這個露營的風潮會漸漸的退燒嗎 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是這樣 因為像貨幣市場它就是這麼大 然後一直在成長 對 那過去都是慢慢緩慢在成長 那20年其實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光一個模具 原本三個月的銷量 就等於我們一年的銷量 它便是一陣風過去了 但其實你在回歸到基尊點的時候 其實它的市場還在那邊 對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運用 我們三人品牌的這種知名度 那甚至在我們的食安的要求上面 然後甚至在我們的設計感上面 去融入到這個市場 其實這個市場在 然後還在持續在增長 對 所以我不認為說它會有 什麼退燒的部分 而是說它是緩慢在增長的 所以這也是值得 我們即將要新跨入的這個領域 也是有值得期待的地方 那譬如說在這個行業裡面 本來就有一些既有的廠商在了 我們大概是用什麼樣的一個產品 跟武器可以先成功打發這個第一炮 是 其實應該我們在想說 我怎麼從烘焙家的錄影的這個 烘焙家 對 就是因為我三年原本 就是從烘焙起家的 那我怎麼把烘焙的設計 可以帶入到我的產品裡面 那第二個是因為我們在金屬的研究上 其實研究蠻多的 像包含我們現在的這種模具 可能過去要22大公益 那我現在新技術一大公益 就可以做好了 那這也因應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人工 其實在上載那個時代呢 又可以去減少這個人工的一個費用增加 那所以一塊是新的技術應用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在研究 例如像現在我們一般的不沾 這個是吐司模嗎 這是吐司模具 但是在錄影的現場有辦法 其實這個東西它其實運用很多 所以我們一個是說 你可不可以拿來當容器去使用 包含那個Pizza盤 這個盤子 這個好 像這個盤子過去 我們可能是用來做Pizza 派盤的 派盤 但是我們錄影室打開是用來做盤子 就大小不同的規格的盤子 對 不同規格 而且這個想像中 我以為是會很笨 但其實是很輕巧的 所以說是基礎材質對不對 而且錄影就是輕量化 對 為主 那容易收納 對 然後我們現在在研究就是說 我們因為像塗層 它其實我們在研究就是說 非鐵浮龍的一個塗層 非鐵浮龍 對 我們現在已經跟一家大學 就是教授 就是說有共同研究一個新的一個塗層 那這個塗層它就是第一個 因為ESG這個液體其實也越來越 有環保的一個 對 更環保 那它就是非鐵浮龍的一個處理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 對於環境的一個污染 也可以大幅的降低下來 傷害到最低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它又有不沾的一個脫膜的這種效果 所以我們會透過我們的新的技術 然後新的一些表面處理 然後再運用到我們這個 錄影的這些器具 相關器具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生意的觸角 跨入到這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可是我們又不忘了愛護地球 愛護環境 就像這個低醣的模具 因為像我們這個浮雕 一個無尾熊造型 對 最主要也是2019年 因為澳洲發生大火 然後是很多無尾熊 對 所以因為低醣的塗層 它可以節省烘烤時間 那所以就是保護地球 那這個就是用來紀念澳洲的大火 這個有它更深一步的意義在 對 就是我們現在除了有這些新技術 新表現處以外 我們在透過產品 怎麼去說故事 讓更多消費者是有所連結的 而不是我是買你這個模具 對 然後另外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如果你不用 你還可以拿來做什麼這種 還有什麼用途 藤栽 藤栽 其實它就是可以把整個的植物 栽種在裡面 然後底部它又有孔 所以它變成一個裝飾品 又更綠化 對 又更綠化 對 所以我舉一反散一下 你剛提到說這個澳洲的無尾熊 對 所以說如果說有一些 瀕臨絕種的動物 是不是也會在我們這個模子上出現 所以我們在整個的模具上面 其實我們有一款也是在這邊 然後我們是用雷科的方式 就是把北極熊 企鵝 跟這個金魚 因為這也是比較病病絕種 而且是地球暖化者的受害者 所以因為你透過這個節省烘烤時間 其實我們也是在為地球精英分析 減少碳排 對 減少碳排 所以這樣就會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造型放下去 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去說故事 OK 所以等於說三能KYJ在公司 不只為自己的營運成長 持續在尋找性的動能 同時對於地球的環境 ESG的這個趨勢 也是善盡一份自己該盡的責任 不過在最後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既然我們是一間永續經營的公司 其實我們所謂代代相傳 那其實就您所在這個位置 是行銷中心的總監 那我們所資能的姊姊 可能姊姊關係是非常的感情很好 那她是台灣三能的總經理 不過我們就不免有一點好奇 就是說這個姐弟倆的工作 是怎麼去分工的 OK 那因為其實在入職場之前 其實看了蠻多那個 像雍正啊 乾隆啊 那種黃衣 這是勾心鬥角比較多吧 對 就是勾心鬥角蠻多的 所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說 你一定要和 兄弟一定要和樂 和樂 對 那你不可以有太多的這種勾心鬥角 其實然後我就是總裁 他對於我們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心要放開 對 你不要去糾結那種 一點點金錢啊 一點點什麼 其實我們幾個兄弟姊妹就是會 相對的都比較和平相處 OK 那因為我自己的個性就是說 因為我在行銷上面 我比較喜歡那種 胡思亂想 然後會想很多東西 天馬行空 對 天馬行空 然後有時候你要去投資 或者是做什麼動作的時候 我姐的個性就是 比較謹慎 等一下 等一下 慢一點 煞車的角色 煞車 對 或者說這個可能不是投資 然後或者是用不同的這種 思考模式來去說服你 你可能這個事情暫時不合適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是比較衝 一個是有在拉的那種感覺 那他在管理面上就會相對比較嚴謹 可以互補 對 可以互補 我最後再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您剛剛說你這個行銷 是本身這個個性就很適合嘛對不對 其實我昨天也有發現 因為譬如說我們昨天 可能針對今天要拍攝 有稍微討論一下說 今天這個穿搭要怎麼搭配嘛 那你還提到說 如果說我願意穿短褲的話 你可以配著我一起穿 所以是不是你這樣的個性 在行銷這個領域 也比較容易如魚得水 像客戶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是同一國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以前比較內向 比較內向 真的很內向 這工作把你磨出來的嗎 有點 然後因為那時候從做外銷開始嘛 然後其實那時候不喜歡跟人相處 也不太會去談事情 那後面從國外市場開始跑 然後到後面我們17年 我大概17到18年 我大概拜訪了100多位師傅 就慢慢去了解 然後溝通了解他們的想法 然後慢慢去改善我們一些產品的痛 他們的痛點 然後變成一個新品的部分 對就慢慢磨 然後到最後發現行銷蠻好玩的 對然後就比較稍微開始 不要慢慢漸漸外向 OK 後天改造出來的對不對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三藍KY 在張總裁的 所打下的一個良好根基之下 我們看到這個結地 也都是同心協力 各自發揮所長 所以相信家庭公司後續 是越來越值得期待了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了訂閱 按讚 分享 並且不要忘記這個開啟小鈴鐺 有後續的更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即時收到了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